大家好,咱们接着上次的课程讲 那么这次给大家讲的是我们UFT当中常用的一个方法 叫做删除我们浏览器的cookie 叫WebUtil 这个函数的话或者这个对象在我们的UFT当中默认 应该是被屏蔽掉的 也就是说在它的帮助文档应该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但是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它 可以直接使用 也就是说你记住就可以了 那么在我们测试过程 如果说我们在脚本初始化 或者是测试环境初始化的时候 浏览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把一些cookie删掉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那么我们用这个代码给大家做个演示 这里面就要选Web模式的 你不要用ActiveX和什么VC Basic的 应该选Web的 代码其实蛮简单 没有几行 我估计也就四五行的样子吧 但是在实际测试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有用的 特别是删除一些cookie信息的时候 对吧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插件选择的时候选这个Active 选这个Web模式的 夹着有点慢 等一下 先外部的把上面这两个取消掉 OK 先进一个脚本 空了就行了 我们主要是写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他们明白记不住的同学 你就照着抄一抄 然后背一背都可以 对吧 这个的话 有些时候在测试的时候 脚本里面还是会用得到的 好 那么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这里面可以这样子 先是定定一个什么呀 这个对象实力 创建一个 所以那个对象是obg 比方说我们的web什么呀 util 创建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呢 用set的方法 用set的方法来做操作 util webutil 然后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创建一个对象 crete create object 后面跟一些什么呀 类 跟一些类 这个地方用的是mercred的了 mercred gui什么呀 web util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什么 使用这个对象了 obg 大家看一下 可以添加cookie 大家看一下 原来以后你看它有很多方法的 add cookie delete cookie delete cookies 是不是get cookies 等等的 对吧 有好多的 有好多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使用什么 这个 delete cookies 也就是把它所有的什么 cookie都删掉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原来的cookie 也可以添加一个cookie信息 这个的话 在测试的过程 如果说你们需要用了一些cookie信息的 你可以怎么样 用这种方法来添加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delete 删除cookie 是不是 那再讲 这个戳都完了 跟咱们之前fso编程里面是一样的 你要把它什么 你要把它什么 把你所创建的这个什么 对象 所占用的什么 内存空间 把它释放掉 set什么 nothin 那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这么就写着 也就是说你可以什么 利用这样的方法 把我们的什么cookie 删除 保证我们的浏览器测试环境 是一个干净的 是一个干净的 但你可以获取它原来的这个cookie信息 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这个方法呢 我刚才说了 默认情况下 它好像是不显示出来的 查不着的 你知道怎么用就可以 其实在我们UFD当中 有好多这种 这种自动对象的 也就是说它默认不提供给你用的 OK 咱们这个web utl模式给大家呢 给就介绍了这一块 后面的话 我们学习一下system什么 utl 这个的话相对来说 就是说用的更广泛一点了 一般可以用来控制一些 应用程序的启动的 应用程序启动的 OK 咱们这个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